现在小朋友们要留下听报告吗? 或者就是要直接说? 今天都在因为主餐,OK。 好。 我不用介绍罗颖色姐妹给你们, 因为你们都已经很久很清楚认识她, 也我们多次有机会跟她一起同工服侍。 等一下我要请她来给我们一个报告, 我先要做一个特别的报告。 在10月22号,就是一个星期一, 有山顶经理会的许一新弟兄要收按摩典礼。 所以山顶教会要发一个邀请函到我们的教会, 可以邀请我们来,可是她还没来。 我想这个要早日让大家知道可以开始考虑能不能来参加。 这个时间就是在4点会有那个按摩的考验, 就是会有牧师们来审查他的道理, 他的信仰,他的见证。 就是4点到5点半左右, 5点45分他们会举办一个晚餐, 欢迎群众也可以来参加。 就在7点,他们有这个按摩典礼, 就是会公开的安守, 认他为牧师,也有一些正道的一些机会。 所以,我想这个跟我们宣教约也是很合适,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到一个弟兄, 有公开的被承认为服侍神的一个牧师。 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教会一些人可以来, 当然知道有一些人工作的原因, 可能不能全部来, 或者也有可能可能不能来, 那没关系的。 就是今天我要预报一下, 特别是你若要参加那个晚餐, 他们可能会需要知道要预备为多少人。 所以,你若是要来参加跟我们教会的群众一起去参加那个晚餐的部分, 请你跟颜姐妹通知, 以后他们会寄一个邀请函, 也要我们来报告一下有多少人来参加那个。 若是你只要过去参加那个典礼而已, 那就不用早报告。 所以这个特别是晚餐的事情。 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每一位这个礼拜帮忙接待 约纳旦牧师他今天早上在山顶教会那边来报告。 I'm sorry, what did you want me to announce? OK, 所以今天举会后, 约纳旦师母跟牧师送过来的一些小礼物要给每一个姐妹。 所以就是二十岁跟以上的姐妹都在下楼门口那边, 师母会发给你们, 这是从约纳旦师母而送过来的一个礼物。 就是一个感谢我们为支持鼓励他们的服侍的一个感谢。 现在我要给罗姐妹多时间可以来报告。 所以欢迎她可以大概三十分钟, 就是可以有自由来报告她的这个时光。 合牧师师母, 王牧师师母, 帮牧师师母, 还有我们所有防脚石静星会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很感谢神, 你们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 可以回来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 神怎么使用你们, 鼓励我 支持我 然后在华人的妇女跟儿童的宣教服饰上 可以跟你们一起同工 我真的非常觉得很宝贵 然后在这个当中 我今天一看 我觉得小朋友都变大哥哥了 大姐姐了 少年们变成青年了 我非常非常高兴 如果认识我很久的人 可能你知道 我以前常常喜欢讲故事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的服事里面 不论对老人家 妇女或者小朋友 我也常常使用圣经的故事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谈这一两年就好了 那因为1991年3月23号那一天 是神很清楚呼召我 在踏上这一个做儿童宣教的侍奉 紧接着也有父女的宣教侍奉加进来 一直到如今都没有改变 我知道神很清楚的要我继续往前走 在这个有生之年的时候 那我父亲在的时候啊 我跟他很喜欢听这首歌 我只是先把歌词给你们看 因为待会你们会听到影片中的背景音乐 可是或许你不懂我家乡 我父亲家乡语言的话 你会听不大懂 但是那首歌的歌词意思是说 因着信 我跟孩子们讲过很多亚伯兰的故事 神怎么呼召他离开家乡 他凭着信 踏出那一步 也鼓励我 然后也因着信 可以看见神怎么要祝福你 使用你 然后成为别人更多的祝福 故事里面还有 还有雅各 他怎么因着信 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也改了名字 叫以色列 对不对 还有呢 哇很多很多 这个歌词里面有讲到 还有但以利啊 还有贝鲁的先知 从家乡 耶路撒冷被掳到外邦去 等等的 所以这首歌歌词 对我很有鼓励 然后我父亲在的时候啊 然后我也播这首歌 因为他我找不到中文的 也找不到英文的 只能听他家乡的语言 对好 那我还要先说一些话 就是很感谢教会啊 你们每一个人 在宣教的施工上的投入 或许你们不晓得 这个对任何一个 你们支持的宣教 是有多么大的鼓励跟帮助 或许你们只是会想说 就是每个月为他们奉献 然后定时间祷告 但是当我们在外头 旅行服事的时候 我知道每一关都平安的过了 尤其我这几年一直在坐飞机 要过海关 尤其是进入中国 每一次呢 安全进入跟出来 我知道一定有你们的祷告 所以谢谢你们这样子 然后每个礼拜 其实燕姐妹那边也帮助我 可以收到你们的周报 电子档的 还有我也可以听见 牧者们的每一次的讲道 其实虽然不是跟你们 在这里一起聚会 我知道我跟你们很近 然后也从牧者的教导 信息里面得到很多的 很多的鼓励帮助 这个都会成为我服事上 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然后靠着主继续往前走 所以教会每个月的奉献 宣教奉献还有一些不记名的 特别奉献 我都有收到 真的在这里一起跟你们说谢谢 对 然后我们当中也有 有的弟兄姐妹也在 有空的时间 其实有的也在不定时的时候 参与我在儿童或者妇女的 宣教服事上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 有一次我要提一下就是 那个曹弟兄啊 他不是有在他的 不是的职场那边嘛 就安排了一个机会啊 让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 可以去那边 像他们的 那边做附件的孩子啊 传福音节旗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给我很大的感动 那还有一两次 罗伟伦弟兄 然后陪着秀寒 还有带着 有另外一次是 俊逸也去 去做什么 你们知道吗 当弟兄支持 妻子姐妹 能够在服事上的时候 我觉得好感动哦 我们去了老人院 去老人院 向长辈们传福音 对 对 还有亲母姐妹啊 皇帝兄 他们夫妻 也是很多的支持 亲母姐妹也陪我去幼儿园 还有老人院 对 很很宝贵 那我最近刚从哪里回来 你们知道吗 也是被接待 很满满的祝福接待 我最近才刚刚从香港回来 因为从中国进去两个省份 最后从香港回来的时候 我在香港也 为了帮三顶教会 找今年要进入学校的福音单章 五千 五千份的福音单章 买到了 然后 然后 差点我的行李操纵 可是平平安安 把那些福音单章都带回来 因为预备着 今年12月要进入学校传福音 有很好的一个关于 A very special star 这是今年的主题 所以我们配合那个 找到一个新兴的单章 对 所以在香港的时候 我很感谢五弟兄的妻子 他晚芬姐妹 他整个好几天接待我 帮助我去找到这些资源教材 所以都非常感谢 对 好 那 待会我们看这个影片之后 如果您有什么要提问的 可以再说 那我要说的是 在宣教的服饰上 我首先最看重是台湾的需要 是台湾的需要 台湾的儿童的需要 台湾的妇女的需要 那 当我还有余力 还有时间 神让我听见海外 华人的需要的时候 我才会安排出去 所以 我也求神帮助我 要小心 自己的脚步 跟一些服饰的计划 不是这样子 飞来飞去 忙来忙去 然后 这个情况 所以你们也可以知道 为我祷告 希望我走在神要我走的服饰的道路上 好 那麻烦许弟兄 他会自动播放 这是几年在一个小学发现 文昌帝君也进入学校 这是那天我讲故事 讲到一般孩子都被教出去的场面 我心里很难过 所以我在教室的楼上拍下这个画面 台湾人你可能知道文昌帝君是什么 对 我等一下再说 他们要求劝小孩子要出来听他们的宣导 我心里很难以为 一生全然奉上奈致 恨心或有人全力站穿天使 赢得负荒满了名字 恨心他恨如鸿鸿 一生全然奉落也分开 恨心曾有人被困于狮子难耐 仍应待伤力发誓致死不改 在我天下的心里也在情爱 恨心我恨心我恨心遇到贼荒满 又恨心只遇到大方向在神里寂寞 恨心我恨心被困于狮子 恨心我恨心我恨心我恨心 恨心未见 并无论 指较 恨心你 恨心我恨心你 开百年 quot 才生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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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定有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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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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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代表我们 例子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大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也要注意到 所以我感谢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们的天父神 在我们当中 我先求求求你带预 所以这个就是 而不是我们要求求求你带 把这个模范 但是我们的工作 听福音 听福音 这个《使律师愿者 十三端 为教会》 你看第一节目的使命 在地方的地方 这些人 我们看到在这里 不一定都是 有这些人有这些人 先知的这个 是有原因的 不一定都是不一定 我想其他人家 这个教会 这些人家 先来说 我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到 第二个 我们要注意到 第二节 这个是 那在这里 第二个人家 我们知道 这些人 所以我们一听到 巴巴巴巴巴 所以 我们可以看 说 现在所做 是个人的 他们头上 我们说 就是他们的 这个 这个不是安静 这个就是 他们的 有质人 他们先要 那我 所以 可以可以 可能会需要一些 你看 他们的地方 我们也要 他们的 生命中 所以 他们的 他们的真正 我们要是 他们的 是 是 是 所以 所需要的 神就 上 谁 如果 我想 这些 我们 我们的不是 是 就是 生